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去哪儿去了 我出去遛个玩儿 你穿着睡衣去遛玩儿啊 这楼道里边有点闷 我出去透透气去 那跟谁打电话呢 没打电话 乔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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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雨冬飞上我跟他通个电话 跟他那个小女朋友小孟 那是不痛快 我安抚安抚他 劝劝他 那那小女朋友 是挺让人不痛快的 不痛快就分 干嘛还留着过年了 这不能怪人小孟老师 是乔雨冬 小孟呢想嫁给乔雨冬 乔雨冬呢 乔雨冬又不想娶了 为什么呀 为什么 那还不简单嘛 乔雨冬不管怎么样 经历了一段不幸的婚姻 当年他这个疑似婚内出轨 跟宋老师闹得鸡飞狗跳的 或多可少 对婚姻有那么点恐惧感 而且呢好像啊 好像他对宋老师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 依恋和怀念 不会吧 他还惦记宋倩呢 怎么不会啊 我跟你说男人啊 男人属于什么你知道吗 男人属于喜心不厌旧 见义不思千 抽刀断水 水更流 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男人的 不是我这么理解 都这么理解 那你给我分析分析女的呢 女的就不一样了 女的属于有了新欢 立即忘了救爱 就原来我们公司 有一个同事 爱上一个渣男 全体公司员工 从事上到下就劝了 怎么劝都劝不回 你说你千万不能离婚 那男的是个渣男 听不进去 非要离 跟那渣男就走了 你看 男人和女人在这事上 是绝对是敬畏分明 观念完全不一样 而且啊 你看这乔雨冬 谈过 谈过这么几次恋爱 是吧 她对那个前任都不错 和平分手 只要那女的 没有再谈恋爱 或者是嫁人什么的 她都跟人保持联系 逢年过节的 还给人发个红包啊 请人吃个饭啊 叙叙旧啊 回忆回忆当年的过去啊 是吧 但她都挺好 更何况啊 宋老师是乔雨冬的初恋 她绝对是终生难忘 我是说的有点多啊 好 好 我承认说的有点多 刚才就当我没说 你是不是还在怀念 你的初恋啊 嗯 你想听实话吗 你说呢 好 我对我的初恋 永生难忘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初恋 就是你 你少管我这些 你说 孩子在那儿 我不管 你说 你说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你的初恋 没没没没 想你的前任呢 是不是天天给他们发红包 我 我 我这财务状况 你还不了解 我哪儿是红包啊 我什么 我身无分文啊 我给你 我给你发誓 我跟你讲 我保证我跟你讲 以前的任何的 就是反正以前的 我都没有任何联系了 这么说吧 虽然啊 你不是我的起跑线 但你肯定是我的主电站 你知道吗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可是我的主电 你要是敢像乔丹的那样 对不起我 老娘 绝不放轨 拉我去 拉我去 温度有点高 但是应该是炎症问题 那这个血压还是挺正常的 鱼青呢 应该是属于正常现象 但是你的体质属于比较敏感的 所以你会有一些术后反应 但是你要是有一些 头晕呀 胸闷呀 还有一些腹部不适的话 你直接按铃就行了 我们就在外面 好 谢谢 那你好好休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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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再问一下 我什么时候做第二次专刺手术 应该这时候之内吧 但是具体时间 还得等我们科里排了以后 才能给您回复 不过您先安心静养吧 我们这边如果排的比较靠后的话 会让您先回家的 好好好 谢谢 行 阿姨 您做手术了吗 我担心的不是阿姨 是朋友 阿姨 我们上次聊天的时候 没来得及给您安妮这首歌 这首歌虽然也不算新了吧 但是我觉得就是听了之后心里暖暖呢 所以您一个人在医院 就让这首歌陪着您吧 还能爱好久好久 无论过客或是朋友 还来不及恨你就已经长大 多遗憾 还没实现小小梦想 就已被现实打发 还来不及遇上被爱的一半 不愿吗 再想 他想 无非也就是这样 抵不过我天生善良 可否接我 从一个小树洞 来安放 不愿意 无人察觉的激动 听歌呢 嗯 正好啊 给你炖个红枣燕哦 睡着喝了啊 谢谢妈妈 这 一边听歌 一边作作也不分心啊 嗯 嗯 这 这首歌真的挺好听的 我放给您听 好听吗 嗯 嗯 还行 那 这样 你就干脆 趁热先把这个喝了啊 一边听歌一边喝 喝完了抓紧时间做题了 好不好 嗯 抓紧啊 嗯 抓紧啊 还来不及盼逆 你就已经长大 多勇敢 还没 实现傻傻妄想 依然在心中荡漾 还来不及告别 只好笑 还来不及告别 只好笑 无孤单 黑夜 暖暖 不费也就是这样 抵护过清晨的浪漢 抵护过清晨的浪漢 杨 杨 有什么情况 期中考试过去十天了 天变得越来越冷 北京的暖气也终于来了 但是高考也越来越近了 书香养院的一个个小窗里 灯火经常彻夜长明 这是这个小区的常态 也是全部高三学生和家长们的常态 老季呢 在表情包那件事之后 跟儿子关系缓和了 至少他们能在一个屋子里待着 老季心里一定很开心 我们家 凡凡对我失业的反应 还是让我既惊喜又欣慰的 他是个小皮猴 但这件事让我相信 他心里有谱 所以我决定 背着童文杰支持他议考 虽然我心里也没底 而且的议考只有两个月不到 但孩子有梦想 我觉得就该支持 万一实现了 宋倩和乔卫东 都在用各自认为对的方式 关心着英子 在我和老乔每周一哥的时候 老乔跟我说 在他见不着英子的时候 就在家里阳台上 用他送英子的天文望眼睛看 我说这行为可不好 整个一偷愧狂 当心宋倩报警抓你小子 他说不管 英子就是他的天 他不能没有英子 我相信 对宋倩来说更是这样 但他们的爱 对于孩子来说 究竟是爱 还是压力呢 你今儿是不是要上瑜伽课去啊 嗯 什么时候走啊 马上 还要跟他送倩 嗯 中午回来吃饭吗 对啊 你怎么问这么多问题啊 什么意思啊 我关心你啊 什么叫问这么多问题啊 我作为一个家众服务人员 我得了解你的节目 我得服务保障 我得服务保障得做到位啊 嗯 回来吃啊 啊 给我个机会是吧 嗯 行 那我一会儿去超市多面点菜 哎 那你就 好好练啊 等你练成了以后 你就教教我 让我捡捡肚子 啊 对对对对 正好这个 这个油烟机啊 这个这太窄了 这擦里面油怎么擦 擦够不着啊 笨死了 这不是这么弄的 怎么弄这是 帅风这导烟板 是能拆下来的 你看 哦 嗯 看点洗地零就行了 你过来 这儿 还有这个 鸡油盒在这儿 这 这不方便 在这儿下边 你看你看看 哦 在这儿呢他 嗯 给洗了就得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 地沟油啊 啊 这样我中午给你来个 地沟油水鱼怎么呀 啊 你敢坐 我就敢吃 行嘞 啊 好 凡凡凡 我走了啊 哎 妈妈走了啊 哦 好 嗯 走了啊 好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 搞定一个 喂 喂 你还不去啊 表哥 你别老张了 让我去王亦迪他们家 给他补课了 怎么着你还不想啊 人家是女孩儿 我不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不是第一次去了 主要我之前去他们家 给他补课的时候 他妈走着旁听 然后还要指导两句 结果最后他说的知识点 全都是错的 哦 这样啊 看你吧 主要是人上次都给你 两百块钱红包了 你不去不好吧 对吧 好 那 给 那我去吧 去啊 笨死了我 哟 怎么了 辣东西了 我到楼下 我给宋建发个信息 又说你出发没有 嗯 宋建跟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躲小梦吗 嗯 调时间了 哎呦 你说这 这小梦啊害得我们 讨厌 得了 跟家练吧 你衣服都换了 小姨 小姨凤 我先出去一下 好啊 好啊 你去哪儿啊 等会儿兜兜兜 去哪儿去啊 我给王一滴补课去 怎么又给他补课呀 哦 王一滴妈妈说的 说怕她光顾着弄易烤了 把文化课拉下了 不去 没时间 哎 她妈想得倒挺周到的 这如意算盘打的 她女儿两头都不辣 浪费你的时间 给她补课干嘛呀 嗯 小姨 其实没事 我给她补课 是以老师的角度来补 思路能更清晰 我也能再巩固巩固 挺好的 你知道她为什么想去吗 就是因为她喜欢王一滴 你拉倒了滚一边去 没你什么事儿 行 不许去啊 回去 谁啊 我 文杰 雷儿 雷儿 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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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迪迪妈妈 我们来了 迪迪 迪迪 我一想啊 干嘛还要雷儿去我们家呢 干脆我带迪迪来你们家 不息不停好吗 是是是 我们来不影响你们吧 不影响 不影响 来 给你带点水果 不客气了 雷儿 辛苦了啊 一会儿阿姨再给你发个大红包 不 别别别别 孩子互相帮助应该的 不发红包啊 必须得发 孩子付出劳动了 就可惜 那个微信红包有上线 要不然我给发个大的 快点 你进来啊 好 好 拜拜 您也可以常听的 好 拜拜 我把银子给他们 银子给他们 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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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地认真点啊 我俩真没见过这儿啊 你要真想给的话 发微信转账就行了嘛 不用微信转账了 那红包你发俩俩就四百 你发仨仨的六百 你可以一直发 发一万都可以 是不是 好 行啊 我不打扰你们啊 你这么专业的瑜伽店子呀 你们还在家里练瑜伽啊 我 我 你 对了 我正好最近小学一家呢 我 其实我刚练没多久 我也从来没教过人 我刚 刚练没多久 没事 你练 我在旁边看着 文杰 你今天没事吧 我没事 没事 好好好 好 那我教你一些简单的啊 太好了 你 你就一个店啊 对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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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中间 我站别人就行了 那你把鞋 好嘞 你学过吗 一点都没学了 你一点都没学过呀 那先别受伤了 先趁震惊 行 你走 我走 好 这个 这个 爸 这要是他 几关算尽 货不担心 咱怎么会口脱险啊 你就别下诗成语了 不是 那咱还去不去乔叔那儿啊 去啊 肯定得去啊 爸爸都答应你了 都约好了呀 这样一会儿爸爸呢就 爸爸就说去超市 你就说你要 哦 到同学那儿 温功课什么的找个理由 给妈妈请个假 好吧 行行行 到了 你也去我等候 你你一断什么候 你那爸爸有斗争经验吗 你一断候 但是妈再断了你的后路 这样啊 一会儿呢我来断候 然后我给你他助攻 走吧 行行行 走走走 呃 这个 妈 我要出去一下 去哪儿去啊 我去同学家练试运语听力 家里不可以吗 干吗要出去啊 就是啊 你这跟家不能学 还宝贝不学习去 对 不如去 爸 这次呢 十二月份不是有第一次 运语考试吗 这次是机考 拖鸭正好有那机器 我去练一下 方亦凡 你少来这套 我跟你讲 我要问你干吗去 找同学 玩游戏吧 这样 别出去了 跟家爸陪你玩点碗吃鸡 好不好 你有病啊 他难得积极主动 不能要求学习一下 你还打消太积极性 吃什么急啊 要吃自己吃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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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同学那儿去 行 那我去了啊 行行 那去去吧 好 跟我走啊 好 好好学啊 好 来 好 来 洛云 你擦什么玻璃啊 你别弄这些了 赶紧去超市 去买点菜去 不是啊 我这 我先把屋子收拾完 跟家待会儿 不着急的 不是我着什么急 是孩子一会儿 回来吃饭啊 我 我那 游戏机还没收拾完呢 我收拾吧 你去吧 这 这 这非逼得我现在出门 行行 那我都去吧 我 我今儿 今儿我好好逛吧 看有什么好东西 好 行 就这样啊 好 文杰 然后呢 我都怕你忘了 来来来 小冒 昨天我也给你道歉了 你就别不依不饶了啊 咱俩以后 不许提分手的事 咱俩说了啊 这芳儿一会儿来了 你对人态度好点 你这人态度好点 就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怎么就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 这不刚给你买一包吗 你还好意思说 这半年你就给我买过一个包 对吧 可是我上个月还给你买了 三双袜子两条内裤呢 而且我哪次来你这儿 不是大包小包的买一堆东西 这都成年人了 这干什么呀 你这什么买袜子买内裤的 这翻这小肠干什么呀 你先说的 喝点水 我跟你说啊 方元弄十几年哥们儿了 人家来了 求到你头上了 你给个面子啊 我来了不就是给你面子了吗 你不知道 那个佟文杰上次怼我怼得有多难堪 你哭我看 那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佟文杰不来 还有她妈今天不来 行了吧 放心了 我放心不了 就你对老窝都被你前妻扒了两回了 而且每次我都是受害者 我跟你说 今天这事可千万别出什么幺蛾子 我纯是来帮忙的 可千万别是恶我一身心 这都过去的事了 你提她干什么呀 没辙 我这人触景生情 你少吃点那坚果吧 我现在吃点坚果你都不让了 不是说不行 就是说让你少吃点 我知道了 这是你给你女儿买的对吗 你嫌我吃了她的零食对吧 你这都想哪儿去了 真是不可救药的 每日坚果 每天一包补脑 你这一天都吃十几包了 你要补成什么样啊你 六包 你就够聪明的了 还补呢 回头把我卖了 我还得给你点钱去呢 你算了吧 这红的特别好吃 你尝一尝 那也不是坚果啊 你就来吧 综合的 我不吃 那血糖糕 那甜的 还有这题 我给你讲啊 这条题你看一只 Z等于 嗯 二倍的X加Y分支 A方减二XY 你看 我听我家弟弟说 你又不让一帆参加一考了 方一帆就不是这块料 唱歌跳舞都上不了台面 考什么呀 她不像你们家弟弟 准备得比较充分 是吧 说来就来 都有模有样的 她不行 是 这个天赋的确很重要 是 我家弟弟啊 幸亏碎我了 五官长得好看 对啊 最关键的 她有悟性 你知道我小的时候 我经常拍挂例上笔杆头 是吗 所以她考上几率大一些 我当时同意方一帆考 也是因为方一帆一本肯定没系 二本吧 我们觉得也悬 但是这个艺考比较便宜 不是 艺考就是分数比较低 想让她试试 毕竟将来出来毕业 是个什么文学学士吧 我听说 但是呢我也给她算了一下 她喜欢的这个音乐剧专业 你招收的名额太少了 一年好像才招一个班 一个班才十五个人 还不是每个艺术院校 都有这个专业 所以算下来 能考取的几率 这几乎是零 算了 不考 所以文杰 你这思路有的时候有问题啊 我跟你讲 就算你考上了 你 你为什么干这个 你还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吗 我跟你说啊 现在电视上 你看那些能叫上名的小演员 那好多的人都是 从七八岁就开始演戏 人现在才十四五年 我们家 我们家弟弟现在出道 那就算晚的 那你干嘛还让他考啊 我刚不说呢 还是得分人嘛 我家弟弟虽然晚 可他条件好啊 他这算老天爷赏饭吃知道吗 我要是不让他干这行呢 我都对不起他 我真的我都对不起老天爷 你们家烦饭吧 他 他 他 像你 白 长得也 也算有特点 不不 我现在要是 准备开始一考 的确是有点晚 但晚归晚 你要是都不让他考 那概率更顶 概率等于零 那你说 凡凡 我是让他考 还是不让他考啊 可有利弊 算了 不考了 都已经定了 不想了 来来来来 快快 进来进来进来 阿龙 我好久不见 好 来来来来 快快快 叫阿姨好 不是 这人叫姐姐吧 这太年轻了 也行 叫姐姐 来 把鞋换了鞋换了 不用换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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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来来 好来来来来 来来来 那叫姐姐你应该叫啥 大爷还是舅舅 你大爷 你怎么什么便宜都占呢 来来来来 不不不不不 一会儿你陪我去上超市的 我不去 我还要看房子跳舞呢 你以后有的事情 就会看她跳舞唱歌上 我跟陶芸杰说我是从 一会儿去超市 你别再回 空手回去 穿猫肉馅呢嘛 就你事多 行行行 你感觉我跟她套套层 你给你拿水去的 来来 行吧 行吧 那个 谢谢啊 今天就帮这房子给看看 那个 那什么 给你道个歉啊 那之前 陶芸杰这个 挺不好意思 你这是说太见外了 这这都过去了 别提了别提 这陶芸杰她脾气不好 性子比较急 这当然孩子事又着急 而且她跟那个宋老师 是老朋友 是吧 习惯性的站队站她那边 婴子她也是看着她 看着长大的 行了 行了 道歉的事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就说正事 小梦 凡凡啊 你必须保 你给这把把关 看看这孩子是不是这块料 要是行呢 方圆就让她一口 要是不行呢 就不折腾了 不费着劲了 帆帆 我听说你想考音乐剧 对对对 那之前学过舞蹈吗 完全没学过 完全没学过 没关系 没关系 那你要不然跟我们表演一段 你跳个舞 你给阿姨跳一段姐姐 跳一段 这 这跳什么呀 跳什么都行 你先给我唱一段歌 再给我跳个舞 反正或者你边唱边跳 反正形式你自己选 那我稍微准备一下行吗 不用准备 别紧张 你上来就来 这又不是考试 来吧 跳吧 那那 行吗 咱俩先上超市去 我不去 我还等着看凡凡跳舞呢 咱俩在这儿他在便当 我们上超市去 对对对 你们忙你们的 赶紧 赶紧 去去去去 你们办你们的事 你带着我反正有点 你让他这样放松点 对对对 这么大的孩子呢 你好好表现啊 小梦谢谢啊 一会儿我就回来接他 走 赶紧赶紧 你先跳 是 我得把这地儿抖一下 我给你能抖一下 地儿不够 没事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这样下来搭八手了对吧 一二三 你呀你呀 奶狐不开提奶狐 奶狐没开我提了 两狐都不开 你提完头你先提宋倩 这俩人他都不愿意听 你说我好不容易把他哄好了 你可别给我找事了 不是 给你帮忙 我想那仨人时间不吵了一下吗 我这替他们俩 给小梦老师道个歉 是不给你帮忙吗这 我想你小梦 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的 是不是 您这之前 跟同学姐这吵一架 一说是方亦凡的事 你挺上心的 挺热情的呀 我对小梦不好吗 你 我跟你讲你摸着良心地说 你看看你 瞧一动 这小梦 长得漂亮 是不是 年纪比你轻不少 余嘉老师 交交课随便便便一个月弄个万八千的 好 人家一天到晚还上赶着找你 你可老吊着人 你这 你这属于渣男呀 我渣什么渣 我条件很不错 万千身家 相貌堂堂 身体健康 境界 虽然没那么高 但还说得过去 是吧 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呀 那是各取所需 没有谁配不上谁的 你这配都配上了 那赶紧抓紧呗 配是配得上 不配套啊 你像你啊 你和佟文杰 你们俩啊 性格南辕北辕 对吧 一个强一个弱 一个脾气暴 一个弹性大 佟文杰呢遇事冲动 你呢还没遇事呢 先把策略想好了 你们俩这叫互补型夫妻 在一起很合牌很幸福 我们俩那儿 幸福还是挺幸福的 你像是老季两口子啊 虽然不熟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俩是属于 非常像的那位 老季呢 人家呢 比较随和 刘静呢 人家呢 比较贤惠 比较温柔 两个人在一起 人也很好 也很幸福 行啊 乔律 观察得够细致的 我跟你说 就是合适的两个人在一起啊 你总是能想象到 两个人在一起的 那个幸福画面呢 那你想象我跟佟文杰 我们俩在一块儿说 那是一什么画面呢 你们俩就腻歪呗 老季两口子一起看看书 一起看看电视 我跟宋倩呢 就是宋倩骂我 不管怎么着都有画面 但我跟小孟在一起 就想象不到画面 你和小孟 那画面我倒是能想象出 嗯 双人瑜伽 行行行 该说正经了 你说你 你跟小孟这画面 你都想象不出来 那你当初干嘛追人家 当初不是喜欢吗 嗯 可是啊 日子过长了 咱就说 他不是吃喝拉撒那点事 我虽然是个大俗人啊 嗯 不只是师和远方 但总得俩人有点儿 共同语言嘛 嗯 有点儿聊的东西嘛 你看我跟宋倩我们俩 我们俩是大学同学 哎 我们俩在一起 那是很有共同缘的 哎 哎 你这三句话不对宋老师 怎么你对宋老师 还有点意思啊 有什么意思啊 这么多年了她 那臭脾气也不敢 不过摸着良心说 嗯 我不是没想过呀 跟小孟结婚 可是我这一想 哦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说我这突然间 重新买票上车 不行 越小啊 这心里越慌 越有点后怕 哎 乔小冬 嗯 我我给你 做一个假设啊 我只是假设啊 就如果 如果你当初下去那车 是吧 就你下去那车 咔嚓咔嚓它又倒回来了 是吧 它又倒进来之后 你会不会再上车呢 车倒回来了 不可能 你这假设不成立 就假设真的倒车 哎 哎 哎呦我哪儿啊 哎 哎 真巧啊 嗯 买菜啊 哎 我这一人逛商市觉得无聊 我就拉老乔陪着我啊 对他陪我呢 那你不用跟我回吧 文杰呢 他家呀 在家呢 我回去买个洗衣液去 好 再见啊松老师 哎哎哎好好好 看什么看呀 你还用这个呢 我用这个怎么了 你想说什么呀 不 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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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啊 你确定你没学过啊 我真没学过 就在舞蹈之上 我昨天晚上现在往上找 随便扒随便学的 那你太厉害了 那个阿姨 不不不 姐 那个 我 我认真的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以我现在这样一个程度 去参加艺考 可以吗 嗯 实话实说啊 你是有天赋的 你看你的 乐感啊和节奏感都非常好 但是你的柔韧度差一点 因为你之前没有学过 对 但没关系 这个可以是后天练的 因为还有一段时间嘛 你现在给我唱首歌吧 嗯 那我就唱吧 平时听了歌吧 对对对 银色小船遥遥 晃晃 弯弯 悬在融融的天上 你的心是散散 你不听我跟你说啊 再后来 我就恨恨的知道 你才怎么着 怎么着 我就睡了一觉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 哇塞 马桶盖立马换了一拳自动 自动喷水的 接了电 人往那一站 它自动就上去了 人一走 又盖上了 它就冲水了 我的天哪 我早上几点起了 我想想啊 那天我是 我起来 哇塞 挺早的 九点半 人家把桶盖都换好了 工人什么时候来了 我都不知道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他还是在乎 说明他还是能做到 好 温姐 怎么着啊 怎么不理我呀 我这儿完事了 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管你是多大的灵的 我管你在外面挣多少钱 你从进了我家这门起 你就是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那个人是谁啊 我 谢谢 我我我我 听个微信啊 你听你听 温姐 怎么着啊 怎么不理我呀 我这儿完事了 咱们到底还出不出去啦 宋倩 宋倩 那个迪迪妈妈在我这儿呢 跟我聊天呢 你说 那怎么着啊 要不然也到饭点了 你收拾收拾 咱一块儿吃饭去啊 前提还是他到底在不在乎你啊 观点就是 在不在乎孩子 在不在乎这个家 在我们家里 那怎么着啊 要不然也到饭点了 你收拾收拾 咱一块儿吃饭去啊 你去你去你去 你去 好好好 好好好 那我收拾一下 我换身衣服 我就下楼啊 好 去吧去吧去 好 那不好意思啊 那个 我跟她送你这些车 你快去你去 我陪孩子们就行了 行行行 你要是喝水 我知道我知道 刚才都是我自己倒的 放心吧 甭管我了 我换个衣服啊 忙你的啊 快快快快 来 进来 门儿门儿门儿 没事儿 方一凡呢 走了 走了 那行了 别说了 明白了 孩子不是这块料 别费这劲了啊 你别瞎说 她说什么怕她妈发现 对对对对对 没跟她妈说来这儿对 你不知道 你们家孩子特别有天赋 我觉得可以走 艺考这条路 是不是啊 真的啊 太好了 那小梦你给她辅导辅导呗 我不行 我这都多少年没跳了 我刚才想了一下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 现在在舞蹈学院当老师 特别好 每年都送好多艺考生 行 那那那你帮我联系联系 好吧 谢谢啊 小梦 别客气 那那什么呢 那我也先回去了 我也怕她妈妈发现 好吧 好吧 那我走了 再见 小梦啊 拜拜 门 门 门 好 好 说什么 好 什么 说什么呢 男人之间的语言你听不懂 给你买的 三天送福 我觉得那梵梵特别可爱 我觉得方元也挺好的 怎么救她妈 算了 算了 你的朋友 我觉得啊 嗯 我觉得我还是得搬回来 我觉得多跟他们走动走动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行 然后回头再商量商量啊 你吃吧 吃吧 不爱吃吗 你跟你说这事就特扫兴 你还吃什么呀我都吃六袋 你还吃 好 谢谢啊 你这微信可真救了我了 你也救了我 你猜我今天下了班去超市 说买两包卫生机 碰见谁了 碰见谁啊 老伟东 好 谢谢啊 一见了我就问我一个问题 你才问我什么 他 他 他不会问你 你怎么还没绝境呢 就是 真的 你说这嘴欠不欠 气死我了 不不不 乔美都我医疗之中了 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王爷弟妈要找你干嘛呀 别说了 这女的可真会算计 什么便宜都要占 他女儿不是要参加艺考吗 可是他又担心 他女儿文化课耽误了 所以让蕾儿 给他女儿辅导文化课 给钱吗 给了一个红包两百块 两小时 两小时两百啊 现在随便找个大学生 一个小时两百 蕾儿的学习能力 不比大学生差 可不是嘛 还浪费蕾儿时间 我不同意 可是不说了 你知道他 他怎么跟蕾儿说吗 他说呢 这个阿姨啊 要多给你点 可是这红包只有两百块 上限两百 要不然阿姨多罚你一点 我心想 你直接转账不就行了 给俩红包不就完了吗 芳芳也是这么说的呀 真做不出 你好 请问现在可以点三了吗 可以可以 我点那个青咖喱 这个蔬菜饭吧 好 你给我来一个烤三文鱼沙拉 好 谢谢 先不说他妈 这王一迪 真的长得挺好看的 大眼睛高贵良 大高贵 又回唱歌又回跳舞 对 你别看他妈乍乍乎乎 说话跟机关枪似的 怎么调养一个女儿 调养得这么好啊 就是也不知道 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 反正就知道 咱也不一定学得来 他老公做什么的呀 他先生是开公司的 而且是上市公司 别看人这样子 特听老婆话 七管炎 真的啊 我觉得 大概是一个什么巨蟹座 巨蟹座是七管炎吗 不是说特顾家吗 对对对 哪像你这摩羯座呀 工作狂 真让把你搁到家里 我看你也坐不住 工作狂有什么用 现在工作工作也没弄好 孩子孩子也没弄好 你看看人家 要什么有什么 人有资本拼啊 拼老公 拼孩子 拼自己 我呢 拼命呗 拼命也没好结果呀 对 你看我们家英子这成绩 英子可以了 可以什么呀 从第二名 一下划到了这二十多名 快快三十名了 是啊 这怎么弄的呀 我这一个劲儿 检讨我自己 那肯定有他的问题 但我觉得肯定也有我的问题 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凶了 你那不叫凶 你那叫凶我叫什么了 你对英子最多就是高标准研要求 因为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就研 那我对方亦凡呢 连打带骂 连踹带吼的 就这么凶 还没用 还不撑起 你那就是雷声大鱼 有点小 又不当真的 打打闹闹的 我觉得方亦凡性格多好啊 你看咱都看着别人家孩子好 那你说孩子们 是不是也看着别人家父母好啊 那肯定的呀 小的时候我们老觉得别人家的父母好 那别人家的父母 跟咱自己父母互相比 现在我们为人父母了 又觉得别人家的孩子好了 你说是不是挺没劲的 是 是挺没劲的 对了 我那天看见 英子和刘静在楼道口 手拉着手一包说什么呢 轻轻热热 我知道 肯定是让她给她当儿媳妇呢 好了回来问她一下 英子说就是给家送卷子去了 然后刘静好像特别感谢她 特别巧我早上正好去她们家 她们家不是暖气不热吗 我说带乌业去给她放风气 她也是拉着我 夸了半天 英子这也好那也好 是她们家要是有英子的女儿就好了 我这回来想 这英子还挺招招喜欢啊 那当然 看你也喜欢 刘静也喜欢 都那么抢着喜欢她 那你说英子 是不是心里面也觉得 刘静挺好的 想让刘静当她妈呀 你有病吗 你是不是觉得 谁都要跟你抢英子 刘静的醋你也吃啊 不是不是 我自己也挺喜欢刘静的呀 人家领导夫人都有气质呀 文文雅的 要是我能跟她 是不是综合综合就好了 综合什么呀 行快起来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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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点 谢谢桃子 麻烦你了 小事 这有啥的 这不是应该的吗 对了 你帮你表枪去吧 别提了 我跟你说啊 我昨天呢 干了一件巨蠢无比的事 是不是 我妈之前 不是一直对我爱搭不理的吗 然后她昨天过来找我 跟我说了一大堆交心的话 还跟我道了歉 结果 我脑子一抽筋 就 全部都说出来了 没错 你呀 你个脑袋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脑袋一热就都给说出来了 这可怎么办 我之前还要你们帮我保密 结果自己先给说出来 那你这个东霖的事 怎么办现在 等到截止日期到了 我得交表吧 再看吧 练习 到我睡觉了 拜拜